第八十四章 三大分宗 周围已经围着许许多多打算围观的分宗弟子了 原先的战斗可能只是这座山峰之上的分宗弟子来观战 但是随着叶西文名声远播 许多的其他山峰的弟子也都非常有兴趣 要来看看这个最经名声雀起的青丰山的弟子 叶西文看着对方 说道 你打算挑战我 当然 那人开口说道 报上名来 叶西文道 冰道 楚巡 那男子开口说道 冰道 原来是这个分宗的弟子 难怪 大越国东边有漫长的海岸线 在东海之宾游也有一些分宗 而冰道是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个 因为全岛上下练习的都是冰属性功法 以前有祖辈布下了阵法 冰封了附近海岸三百里 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而冰岛出来的弟子也多是非常的强大 分宗之中也是有强有弱 清风山就是其中比较弱的 但是也有很强大的 冰岛分宗一直以来都是号称三大分宗之一 在分宗之中 实力都是数一数二的 处巡 原来他就是冰岛的处巡 难怪了 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一个弟子探道 原来是他 难怪 难怪 除了那三尊无敌高手之外 最强的就是处巡等一批人了 你就是处巡 叶西文开口问道 在这待了这么一天多之后 叶西文也不是一开始那什么都不知道的了 对于这些分宗的杰出弟子 也是知道一些 这一届的分宗弟子 号称百年来最强的一届 高手如云如鱼 其中以三尊顶尖高手为尊 他们分别是三大分宗最为杰出的弟子 历届之中 都是以这三大分宗的弟子最强 因此得到的资源也最多 培养出更强的弟子 久而久之 这三大分宗就慢慢成为底蕴最为深厚的分宗 实力远在其他分宗之上 可以说已经不是一个档次的了 据说这一届三大分宗的弟子 也是历代最强 所有前来参加考核的都是先天境界 连一个后天都没有 当叶西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全部都是先天高手 是一种什么情况 据说各大分宗这次会这么不惜血本 下力气培育弟子 就是从这三大分宗开始 随着三大分宗的先天弟子越来越多 其他分宗也不得不下血本培养弟子 以和三大分宗抗衡 虽然他们也没想过要胜过三大分宗的弟子 但是总不能被三大分宗随便一个弟子欺负的毫无还手之力吧 而清风山原宗则是因为地处偏远 消息得到的晚 那三尊无敌高手没有人知道有多强 因为从来没有人逼得他们动用过权力 是全部分宗弟子的金字塔尖 然后就是以楚寻等一批高手 再次才是温世阳等人 其他人根本就不入流 楚寻比起温世阳等人还要强得多了 听闻你自称分宗弟子第一 我特来教训教训你 让你知道天高地厚 楚寻冷冷的说道 这分宗弟子第一的名头 当然不会是叶西文自称的 而是有人别有用心的加到叶西文的头上的 自然不会有好心 我是不是什么分宗第一弟子 也轮不到你多管闲事来教训我 你算什么东西 叶西文冷笑着说道 这个头衔被灌到他的头上 自然是不怀好意了 什么分宗弟子第一 一看就是没安好心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楚寻也太狂妄了点 只是听到自己的名头 就要来教训自己 真以为叶西文是什么软柿子吗 可以随便捏的 找死 不知道天高地厚 楚寻的脸上露出怒涩 他身为三大分宗之一的冰岛的顶尖弟子 谁和他说话不是客客气气的 什么时候有人敢这么和他说话 今天我就废了你的武功 省得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到时候成为一堆尸骨 就凭你 叶西文冷笑不已 楚寻身影骤然闪动 一瞬间真气骤然释放了出来 周围的温度骤降 犹如陷入了一片冰天雪地的境地之中 庞大而又冰冷的真气 瞬间让整个天地都变得洁白一片了 实力之凶横 远在温世阳之上 全身的真气已经转化了四成 磅礴澎湃而起 突破到先天一重之后 浑身的真气中 有一成转换成先天真气 那就是先天一重境界中的普通高手 转化成了两成 就是先天一重巅峰 当突破到先天二重境界之后 就能将先天真气转化成三成 当转化了四成真气变成先天真气之后 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先天二重巅峰 楚寻这先天二重巅峰 比起一般人来说 更加的凶横 楚寻一掌拍出 雪白的真气包裹着手臂 犹如是水晶一般 异常的漂亮 但是却异常的危险 一掌狠狠拍出 空气都会被冻裂 当看到这一掌 就要拍到叶熙文的身上的时候 叶熙文终于动了 他的双手瞬间爆发出恐怖的真气 凝聚成一把气道 迎了上去 喷 喷 喷 两人交手快到极致 瞬间就交手了十几招 楚寻惊愕地看着叶熙文 没想到叶熙文 居然能将他挡下来 而且明显不像是历劫的样子 应该还留有余力 这才是最可怕的 身为冰岛内有数的几个高手之一 虽然他不是最强的 但是也能排得上是前五了 但是即便是这样 居然没能让叶熙文逼出全力 这叶熙文的强大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原本只当是一个得意忘形的小子 在那里叫嚣 什么分宗弟子第一之类的 根本就没有放在他的心上 每届都会有大批的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不断叫嚣 但是在他看来 那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 连他的大师兄都不曾说过自己 是什么分宗弟子第一 这人算什么 真是不知死活 正好他心情又不爽 就要去找叶熙文的麻烦 发泄一番 哪知道真正踢到了铁板 不得意忘记 又 import 我们现在 从这边 你们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